淡水不僅是有許多的古蹟景點 也是觀賞夕陽的順地 不過在紅毛城對面有一座海關碼頭 上星期市長朱立倫更化身 成為秘境探險家 特地帶民眾走一遭秘境路線 並且與民眾熱情合影 現場古蹟博物館準備許多的藝術攤位 另外在現場淡江中學 美術班也為市長進行人像速寫 我們的海關碼頭 是我們整個淡水 具有歷史古蹟又有最美麗風景的一個點 那我們整修完成之後 然後也開放很多的街頭藝人 也讓我們很多的這些藝術的同學 把他們的畫展 把他們的音樂展現在這邊 那我相信它週末假日一定是最美麗的地方 無論淡水的戲照或者是周邊的美景 我們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多多來享受我們最美麗的海關碼頭 淡水海關碼頭 從清朝末代新建至今 擁有清代洋樓和日式倉庫的各時代的建築風采 而近幾年新北市政府在整理後開放參觀 原本是軍方的管制地 現在開放之後更揭開海關碼頭的神秘景點 此外市議員蔡景賢也建議市長能夠將海關碼頭 地理位置這麼好的地方增添新的規劃 我現在來看見市長能夠綜合水 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淡水海關碼頭見證清代淡水開港的歷史 並五月母親節市長與市議員也在現場準備了康乃馨要送給大家 希望讓藝術文化融入生活 呈現海關碼頭園區的另外一種生活美學 記者許多藝衣帶去採訪報導